杨公成八家将之一 八家将,八名家将,看上去是很简单的说法 但当这三个字会做了一处,却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人们都知道,这指的是二皇子王府里私下续养的八位高手 这八位高手一直跟随在二皇子的身边 是二皇子在武力方面最强大的实力之一 在前年范贤与二皇子的斗争之中 正是这八家将在鲍月楼外的茶铺里将范贤留了下来 虽然最后未曾留住,却依然给范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确实是八位高手 在京都府外,在那个和鲍月楼,范思哲息息相关的案件审理后 范贤凛然出手,击碎谢别安心魄 而也因此引发了体内真气的问题,此为其一 在玉山道旁,在秋雨之中,监察院六处杀手出击 以铁签灭口,惊住了范无救 令此人在事后不顾二皇子挽留,飘身离去,此为其二 自那一次未曾宣诸于世的小型斗争之后 二皇子的八家将便只剩下了六个人 今日二皇子在鲍月楼做客 他自信范贤不敢对自己如何 为了显得一心如季月,竟是一个人都没有带 剩余的六个八家将也遣了回去 阳宫城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这样一个举头望去尽白雪 曾云已遮阴盲月的夜里 他被一群黑衣人组了去路,断了退路 白日曾经晴朗过 像旁街沿上的雪化作了水往下低躺着 向内湿冷一片 入夜,水滴渐少 见宁城一支之冰刺 却依然有那么一滴水 举于冰刺之间垂垂欲滴 阳宫城眼瞳微缩 反手抽出腰间的佩剑 脚尖在地上一点 整个人已经掠了起来 一剑斩向眼下的那些冰刺 冰刺吃的一声从中折断 化作一片立芒向着身前的黑衣人刺去 而阳宫城紧接着单脚一踩自己两名半当的尖头 将这两名半当点向了两边袭来的黑衣人 自己的身形已经拔高 将将要探出小巷的上方 他知道这是一场狙杀 这是一场针对自己预谋已久的狙杀 对方查清楚了自己日常行走的路线 才会恰到好处地将自己堵死在小巷中 可他不想死 所以他宁肯牺牲了自己的两名半当 或者说是徒弟 让他们充当抵挡兵刃的沙包 而让自己能有时间逃走 是逃走 不是抵抗 阳宫城在这种时候早已没了锐气 敢在京都里涉拂杀人的 没有几个 而与二皇子有仇的 只有那个人 那个人派出来杀自己的人 不是自己能够抵抗的 不得不说 阳宫城不愧是二皇子贴身八家将 反应速度以及应对的方法 均是一时之选 当下面那些黑衣人 闷哼着将他的徒弟斩翻在地 同时劈开那些带着他 真丽的半截冰刺时 他已经掠到了半空中 只需要一瞬间的时间 他就可以踩上巷头 顿如夜空 可惜狙杀者没有给他这一瞬间 一只弩剑飞了过来 悄无声息地飞了过来 直刺他的胸膛 阳宫城闷哼一声 手腕一翻 往下斩去 在电光火时间将这只弩剑斩落 然则 弩剑寄出 自然不止一根 嗖嗖嗖嗖 十余跟弩剑同时射出 他人在半空 哪里能挡 虽凭急着一身高绝的修为 勉强挡去射向要害的几只弩剑 却依然让漏网的几只弩剑 深深地扎进了大腿中 阳宫城腿上一痛一麻 双眼欲裂 有些绝望地从半空跌落 他只来得及越出 向中上空一瞬 在这一瞬里 他瞧见了七个弩手 正站在向上明摘眼角 不同的方位 却将上方堵得死死的 下有刺客 上有弩手 视为天罗地网 如何可避 阳宫城在衰落的过程中 欲开口长笑求援 眼角余光却发现 向中的黑衣人 也从怀中掏出了弩剑 一只迎面而来的弩剑 射入了口中 血花一剑 将他的嘶喊声逼了回去 在这一刻 他绝望想着 对方怎么拿了这么多硬弩 来对付自己 这样一个小人物 太过密集的弩剑攻势 让他人在半空 身上已经被射中了 数十只弩剑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 刺猬般可笑 啪的一声 阳宫城的身体 摔落在血水之中 震起血水一滩 只是他的修为 着实高明 受了这么重的伤 竟是一时没有断气 单膝跪于地上 已见主地 看着离自己 越来越近的 黑衣人首领 同中露出一丝 野兽毙命前的 慌乱凶残之意 是的 他是一名高手 可是被人用数十饼 硬弩伏击的高手 没有什么办法 除非他是夜流云 鲜血顺着浑身 密密麻麻的剑杆 往下流着 流出他的精气神血魄 杨宫城猴中 呵呵作响 却不肯贪倒 黑衣人的首领 走到他的身前 反手抽出腰盘的直刀 刀身明亮如雪 不沾尘埃 向岩上的冰刺 大部分已经被斩断了 只留下几根孤零零的冰柱 那滴运了许久的血水 终于汇成一大团圆润的水珠 滴了下来 滴入巷中的血水里 泛起一丝清响 黑衣人首领拔刀 沉默斩下 一刀将杨宫城的头颅斩落 干净利落 杨宫城无头的尸身 依然跪着 黑衣人首领一挥手 民宅上站着的奴手翻身落地 巷中的狙杀者们沉默地上前 取走所有的弩剑 然后消灭了巷中的痕迹 一群人脱去身上的黑色衣物 扮成寻常模样的百姓 离开了小巷 汇入了京都 似乎永更不变的生活之中 小巷里一片安静 就像是没有人曾经来过 只是却多了三具尸首 那个无头的尸首 没有伸周弩剑的支撑 终于倒了下去 砸得像中 发出一声闷响 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 弩剑这东西 竟然会这样可怕 范贤举起酒杯 缓缓引着 眼中满是枉然之色 诸位大人也清楚 我监察院也是习惯用弩剑的 可是依然没有想到 当一件杀人的物事 多到一种程度之后 竟然会变得这样可怕 抱月楼的酒席中 所有人都安静听着 范贤的讲述 这是山谷里狙杀的细节 人们都听出了 范贤话语中的 那似沉郁与阴寒 范贤将酒杯放到桌上 微笑说道 漫天的奴语 我这一世未曾见过 想来前世也未曾见过 这不是狙杀 更像是在战场之上 那时候的我才发觉 个人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 大皇子在对面缓缓点头 面露复杂神色 或许是想到了西征石 与胡人不足们的连年厮杀 弩剑射在车厢上的声音 就像是夺魂的鼓声 范贤皱了皱眉头 似乎是在回忆当时的具体情节 那种被人堵着杀的感觉很不好 太子叹息安慰道 好在已经过去了 安知你能活下来 那些乱臣贼子终究有伏法的一日 朝廷正在严查 想必不日便有结果 谢殿下 范贤举杯敬诛人 笑着说道 对 至少我是活下来了 想必很多人会失望 连手成弩都动用了 却还杀不死我范某人 这说明什么 没有人接他的话 疏密院两位副使的脸色很不好 山谷狙杀一事 毫无疑问牵扯到军方 虽说朝廷的调查 还没有什么成果 可是这一点 已然是铁板钉钉之事 范贤说到此处 由不得军方这些大佬们 暗自揣摩 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范贤示意 众人自己已然引进 笑着说道 包括陛下和院长大人在内 长辈们都曾经问过我 你为什么这么自信 众人凝神听着 心里却生出一股荒谬的感觉 此时座上皆是庆国重要人物 还有太子殿下 三位皇子 可是只要范贤一开口 众人的注意力 便会被他吸引过去 这不仅仅是 因为他是今夜宴会的主人 更是因为 似乎所有人在下意识里都承认 他才是真正最有实力的人 这真的很荒谬 历史上或许有权倾朝野的权臣 称九千岁的燕党 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位年轻而充满了威慑力的皇族私生子 还是一位光彩夺目的私生子 众人下意识里看了太子一眼 太子却在微笑听着范贤说话 表情没有一丝不欲 反是充满了安慰与了解 大皇子轻轻咳了一声 范贤左手轻轻捏弄着大九尊 目光看着眼前一尺之暗 似乎在看一个极为漂亮的画面 为什么我会这么自信 因为我相信我是这个世上运气最好的人 再没有谁的运气能比我更好了 明明已经死了的人 却莫名其妙地活了过来 并且用了如此丰富多彩 甚至是光怪陆离的一生 这等运气需要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庆祝 范贤笑着说道 先前我也说过 我监察院也很习惯用弩剑 那些弩剑杀不死我 而我的敌人一定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 离皇宫并不遥远的监察院 在那个陈院长最喜欢待的密室内 严冰云穿着一身纯白的棉衣 盯着桌上的暗卷出神 片刻后他叹了一口气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觉着太阳穴那些酸痛难止 门被扣响了 二处情报假司的一位官员闪了进来 递了三个蜡蜂的小猪筒给他 严冰云正了正 用手指甲挑开蜡蜂 取出内里的情报扫了一眼 便凑到一旁的烛火烧了 然后在那名情报官员异样的目光中 有些疲惫地说道 今夜知识不济荡 情报假司官员一正 旋即低头映下 说道 43个目标已经清除三个 严冰云似乎有些头痛 听到这句话 烦恼地摇摇头 挥手事已知道了 让他出去 密室里重新归于安静 严冰云看了桌上残留的那些蜡蜡 又开始出神 今夜范贤在抱月楼艳客 而监察院却处于二级状态之下 在京都的黑夜里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行动 多少人会死去 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范贤的疯狂 今夜的计划 是严冰云亲自拟定的 虽然他当着范贤的面表达了坚决的反对 可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做 在这个计划之中 要杀11个人 要捉32个人 在最先必须清除的11个目标当中 便有6人是二皇子的八家将 这是一次疯狂的报复行动 二皇子的八家将已经死了3个 以监察院全力疯狂地反扑 区区一个王府的力量 根本动摇不了大局 想必接下来又会收到其余人的死讯 严冰云走到窗边 掀起窗口 那张黑布的一角 就像陈平平以往做的那样 透过那个狭小的空间 往不远处的皇宫望去 皇宫里依然光明 在黑衣之中散发着圣洁崇高的味道 他望着皇宫满怀忧虑想着 陛下让你做孤臣 可不是让你做绝臣 请不吝点赞 订阅